哈喽,我是达先生 那双十一呢是最适合囤货的季节了 那对于我们这些园艺人来说呢 我们最想存的东西一定就是营养土了 那所以说今天呢就给大家安理一下 我们自己配比的这款营养土 那这款营养土呢是结合了很多园艺大人的中文经验啊 那选用了像德国进口的西强温的泥炭 包括还有印度的这个拖延的椰康 还有呢3到5毫米的珍珠盐啊松林啊等等材料 混合配比而成的 这个资深的花友呢一定都知道这些材料呢都是非常好的材料 那所以说呢它在这个透气性啊保水性啊保肥性方面呢 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而且它没有异味没有病害虫卵 非常适合种绝大多数的家庭园艺植物了 那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都觉得土呢是越种越好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好的土呢反而是轻的 那所以说我们采用的计量方式呢不是重量而是体积 那像这样一大袋40升的土呢 它足足被装满10个一家伦的花粉 用多少呢自己去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那秋天呢其实是最适合植物换盆的一个季节 另外球根季马上就要到来了对不对 那春天呢是百花生产的季节 我们肯定又要剁手去买好多的新的植物 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趁着双十一 多买点土存下来一定是错不了的 而且呢用好土是一样好花的第一步 好了有点赞可以点个赞 就下一次呢继续给大家安利双十一的老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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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